这个小矮人可不一般 三分线外随手一扔 直接空心进球 可旁边的痞子们一脸嘲笑 说他们就是个死猪如 小光不服了 把球塞给小胡 让他秀一手看看 只见小胡稳住呼吸扎好马步 痞子们笑掉大牙 但更可笑的 是球还卡在了篮筐上 即使小矮人拿着芭蕉扇命挥 都根本够不到打下来 篮球生涯不如意就算了 就连两人的生活都是一团糟 小光一直梦寐地暗恋女神 都始终把他当儿子看 天天笑他矮的都还没自己男友大 而小胡的儿子也因他爹是诸如的身份 每天都要发脾气大吵一架 然而就在这天两小矮人逛该时 却发现了一项奖金高达50万的篮球比赛 为了证明自己 两人随即找来了另外两个小伙伴 决定组织篮球队 小伙伴一听这奖金 而不这比赛 也一拍集合同意入伙 可问题在于 小伙伴别说投篮了 就连运个球都不会 跑几步路就气喘吁吁累的不行 接个球 都差点没把命根子给赔进去 你要说捡球吧 人都差点给送走了 但这些都只是小问题 最大的问题 在于篮球队至少要五个人 他们只有四个人 这可该咋整啊 去NBA挖个桥胆显然不行 但大虫罗德曼可以啊 正逢今天大虫 在小胡儿子的高中上进行演讲 小矮人们便跑了过去 可不管怎么起球 人家都压根不在乎 关上车门就闪人 就在篮球梦即将破灭时 一辆长条车忽然停在眼前 那竟是大虫 原来经纪人提议 说要是搞个小矮人篮球队 那热度妥妥的有 电影杂志广告什么的 到时可就赚得盆满钵满 而作为交换 大虫则会加入篮球队 并教小矮人怎么打篮球 夺下篮球比赛总冠军 这是我见过最硬核的体育课 身高不足半米的小矮人 每天单挡五百个 双挡一百组 举重举到手脱臼 跑步跑到脑缺氧 这么魔鬼的训练 都是因为他们要去参加篮球比赛 而在大虫罗德曼的加持下 四个小矮人也突飞猛进 一个花式运球 双腿起跳 两分之内空心命中 即使单手随便一投 三分线外都轻松得分 看着他们这般驾驶 你说话你上去 你能成步 反正我不成 除此之外 小矮人们也在经纪人的包装下 接起了平面广告 什么矮人装 你国周刊 发发公子 怎么弄潮怎么来 就是大虫这么个两米高的人 站在他们旁边 简直就成了你的手机信号格 而名气上去了 马内也就一个劲地转 球赛还没打 就靠着他们是诸如球员的身份 身价一跃进了福布斯前十 当初还瞧不起小光的女神 现在都主动要贴贴 可开心没多久 经纪人就说要搞个国际推广项目 哪知一看海报 四个矮人就成婴儿 被大虫抱在了怀里 这可把给他们看愣了 你压得咱参加个篮球赛 就是为了尊严而战 你现在搞这一出 不就是在玩咱们吗 几人愤然离取 大虫也为他们打抱不平 当场就和经纪人解约 之后小光去找女神坦白 哪知对方一听他又成穷光蛋了 当即就掰了 小光整个人都丧了 只好找红颜诉苦 自己有马内有女友 却一点都不快乐 但红颜不这么认为 因为爱一个人 就是爱爱的全部 小光被一以惊醒 再次回归队伍着手比赛 在大虫的带领下 一场为尊严而战的比赛即将开始 这是史上最奇葩的篮球赛 诸如选手专攻下三路 一个花式传球 三分之外单手一人空心进球 把篮筐都给震碎了 而作为主力军的大虫也不容小觑 身高两米高的他在这里 就是竞技的巨人 轻轻松松就运球过人 随便甩手一扔 就是一球两球三球 整场比赛下来 矮人队有球都没碰几个 他就直接拿下66分夺得胜利 然而到了决赛 起初矮人队还一番风顺 靠着大虫的威力 开场就拉开了30分的差距 这可把对面队给整不爽了 就在大虫要灌篮时 他们在背后一个猛推 大虫就摔倒在地把脚给崴了 这下糟糕 队伍少一个人 就不能继续比赛了 哪知一个男孩缓缓出现 那正是矮人小胡的儿子 看着老爹如此努力 他也选择加入其中 而儿子的实力也相当牛皮 就算对面高自己一个头 他都轻轻松松运球过人 单手一扔完美进球 眼见比赛时间只剩一分半 矮人队还落后对面四分 就算不多个三分球 也依旧是输 于是矮人们抱在一团 决定使出矮人必杀技 只见背景忽然黑白 矮人们则散发光芒 一个接一个地搭在肩上 形成一个2米8的小巨人 最后倒数5秒时 小光站在顶上一个扣篮 成功夺下比赛胜利 但裁判不乐意了 说他们犯规了 冠军只能是对面夺下 可即使是输了比赛 在场的所有球迷 都一窝蜂地为矮人对那喊加油 的确 他们身板虽小 但内心却如同巨人一样 不管面对的敌人有多么难克服 他们都义无反顾 拼命无畏地向前冲 瑞斯派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小矮人篮球队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